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重磅新闻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公民记者张展英报道 武汉封城和新冠肺炎疫情被判刑四年 现已行满出狱 但维权人士遭到公安警告 不得迎接其出狱 接着我们要讲的是 如何在网络封锁下自由上网 新版赛峰 Siphon3使用VPN SSH和HTTP代理服务技术 帮助用户绕过网络封锁 最后我们要聊聊林俊杰在中国济南的演唱会 由于座位安排问题 有观众花了600令吉 却连屏幕都看不到 现场爆发退票风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充满挑战与争议的时代 个体的勇气与集体的声音 不断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发光发热 从公民记者张展的刑满释放到 林俊杰演唱会的退票风波 再到中国特别国债的发行 这些事件虽然看似独立 但却共同描绘了当代社会面临的多重面貌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了公民记者张展 于2020年前往武汉报道新冠疫情的故事 张展因其勇敢的行为 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直到2023年5月13日刑满释放 在张展即将获释之际 维权人士遭到公安的警告 不得前往监狱或张展家中迎接他 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个体勇气的代价 也反映了社会对于言论自由的渴望与限制 与此同时 在娱乐领域 新洲网报道了新加坡歌手林俊杰在中国济南的演唱会引发的争议 有观众因为作为视角问题 花费高价却无法看到舞台 引发了现场的退票和换作要求 这一事件不仅揭露了演出组织方面的问题 也反映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经济领域也不乏重磅消息 据《经济日报》引述《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财政部计划发行一万亿元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 以解决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的资金问题 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中国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调整 也对全球经济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事件虽然领域不同 但共同体现了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从维护言论自由的斗争 到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呼声 再到经济政策的调整 都反映了社会在不断进步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在这个时代 每个人都是见证者 参与者和改变者 共同塑造着未来的社会面貌 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中 存量住房的消化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据经济日报报道 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了统筹研究消化 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政策措施的重要性 专家和机构纷纷提出了各种建议 从成立统一平台 收除到鼓励已就换新 各种方案应有尽有 中国社科院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尹忠利 建议政府出资帮助开发商解决流动性困境 而国胜证券房地产行业 分析师金晶则看好成立 统一平台收储存量房产的方向 中信证券更是列出了五条可能的路径 包括促进市场交易 复苏和国资平台收购空置商品房等 与此同时经济日报也报道了佛山市推出的13条楼是新政 旨在鼓励非佛山市户籍人员购房并申请落户 同时支持住房已就换新 这些政策的出台 无疑为佛山市的房地产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为消化存量住房提供了新的思路 然而房地产市场并非中国唯一面临挑战的领域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报道德国时代周报 揭露了一个巨大的假冒网店网络 其踪迹通向中国福州 这个由中国团伙运营的网络涉及数以千计的假冒商店 以知名品牌吸引消费者 但订购的产品永远不会到达 付款也无法追回 这一发现是通过与卫报和世界报的共同调查揭露的 展示了全球范围内网络欺诈的严重性 这些报道揭示了中国在不同领域面临的挑战 从房地产市场的存量住房 消化到对网络欺诈的打击 政府和机构正在采取各种措施应对这些挑战 从楼市政策的调整到加强网络安全的努力 随着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 人们期待着看到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的进展 在这个由己思道所著的追逐希望 一名记者的报道生涯 Chasing Hope A Reporter's Life 改写的文章中 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在痛苦与绝望中追寻希望的旅程 己思道通过他40年的报道生涯 见证了世界各地的苦难 但他学到的却是希望的必要与理由 他的故事提醒我们 尽管面对全球贫困 疾病 战争等重重困难 人类社会仍在不断进步 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在安哥拉的村庄 天安门广场的抗议现场 还是在达尔富尔的检查站 希望与进步的种子在各个角落悄然生长 明镜的点点今天是 则带我们回到了更为现实的政治与经济领域 提供了一个关于普京与习近平会面前的政治动态 以及中国对东北振兴与外交策略的最新举措 这段报道揭示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游戏 以及各国如何在全球舞台上寻求自己的利益与地位 韩联社的简报则从另一个角度 展示了韩国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往来 以及朝鲜的军事动态 这些消息提醒我们 尽管国际社会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进步 但地缘政治的紧张与冲突仍然存在 需要我们持续关注和应对 在这些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世界的多面性 既有痛苦与绝望 也有希望与进步 几次到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也有可能找到光明 明镜的报道则提醒我们 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变动 对国际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 韩联社的简报则展示了地缘政治的复杂性 以及国与国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性 这些报道 虽然来自不同的媒体 聚焦不同的主题 但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画卷 在这个画卷中 每一个个体 每一个国家都在为了更好的未来而努力 尽管挑战重重 但只要我们不放弃希望 就有可能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在国际舞台上 冲突与和平的辩证法总是令人深思 从美国对以色列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态度变化 到泽连斯基从俄罗斯通缉名单的消失 再到香港电话诈骗案件的频发 这些事件虽然看似独立 但却共同描绘了一个复杂的世界图景 其中涉及国际政治 社会治安和个人安全等多方面的挑战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以色列 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发表了拜登政府迄今为止最强烈的公开批评 布林肯指出 以色列的行动导致了可怕的无辜平民生命损失 并强调美国认为以军应该撤出加沙 同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与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通电话 重申了美国对以色列安全和在加沙击败哈马斯的坚定承诺 这一矛盾的态度反映了美国在支持盟友 与维护人道主义之间的纠结 在另一角落 据央视新闻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前总统波罗申科神秘的 从俄罗斯内务部的通缉名单数据库中消失 这一事件的背后原因虽然不明 但却引发了外界对俄乌冲突可能降温的猜测 特别是在中国政府欧亚事务 特别代表李辉开展第三轮穿梭外交后 这种猜测更加增加了和平对话的希望 而在香港电话诈骗案件的严重性仍旧引人关注 据中央社报道 今年首季香港警方接获474件电话诈骗案 其中一名70岁老妇被骗港币2.65亿元 成为本地金额最高的电话诈骗案例 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诈骗犯罪的猖獗 也暴露了社会对于老年人和外来学生群体的保护不足 这些事件虽然各自独立 但都在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冲突 还是社会内部的安全问题 都需要国家、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智慧来解决 从国际关系的微妙平衡到个人安全的保障 每一个挑战都需要我们深思熟虑的应对策略和长期的解决方案 在中东地区 埃及正式加入支持南非在国际法院ICJ 对以色列提出的种族灭绝指控 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国际法律动作 据中央社报道 埃及的这一决定是对以色列持续对加萨走廊南部城市拉法 进行攻击的直接回应 埃及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行为 指其违反了国际法、人道法以及1949年 关于战事保护平民的日内瓦第四公约 埃及的立场标志着 对以色列行为的国际社会反应正在升级 而南非早在去年12月就已在国际法院 指责以色列违反联合国防止和惩罚种族灭绝罪公约 另一方面 国家安全部在其微信公众号上 披露了一起外国教授借生态科研名义 窃密的案例 据经济日报报道 近年来 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或基金会非法采集 窃取中国重要自然保护区的地理、气象、生物等敏感数据 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国家安全部揭露了一个案例 其中一名外国教授 在中国某国家及失地保护区 非法大量采集敏感数据 并承认其行为 这一事件凸显了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的关键性 在国际外交领域 南韩外长赵对列访问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 就中韩关系、供应链合作以及即将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进行磋商 经济日报指出 这次会谈是在中日韩外长再次面对面会谈的背景下进行的 也是时隔六年半以来 再次有南韩外长正式访问北京 三国领导人峰会的目标之一是敦促北京对平壤发挥影响力 同时也可能触及美日韩安保合作等敏感议题 《环球时报》的社评认为 这次三国峰会为南韩提供了外交纠篇的机会 但同时强调 若南韩想要推动中韩关系走出低谷 还需展现更多诚意和实际行动 这些报道展现了国际法律、国家安全及国际外交领域中的最新动态 埃及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 国家安全部对外国教授窃密活动的揭露 以及中韩在即将到来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的合作 共同构成了当前国际关系复杂多变的一个所以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